有科技界奥斯卡支撑的全球百大科技研发奖 即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DC揭晓 台湾工研院今年连续第九度入围 共有11项创新科技研发成果角逐决赛大奖 展现亚洲矽谷的科技实力 我们就金山记者带您直击 此次入围2016全球百大科技研发奖的 11项新科技涵盖绿色健康照顾先进制程与自通讯领域 这款行动辅助机器人可协助下半身瘫痪的商友 完成站立 坐下 行走等动作 医院的医师来找我们谈说 这样的东西还有没有可能更进一步用在这种中风的患者的附件 他们出院之后比较不容易留下这些后遗症 以镭射微投影技术为核心的远距浮空多屏抬头显示器 可同步显示三种行车资讯 我们可以把这个影像跟路面做重叠 也就是说它这个画面它可以投射到这个车前 两公尺这个地方可以提升整个驾驶的这个限车安全 领队参加此次颁奖活动的工研院声音所所长 邵耀华博士表示 入围决选的11项技术中 近半数以转交给业界进行商品化生产 我们在技术的部分是在内部深根技术 但是跟国际的去做连结跟市场能够扣合 目前在矽谷有一个新创公司承接了这个技术 我们目标是希望两年铝电池这个产品能够取代切串电池 然后进入市场 台湾工研院自2008年首度入围全球百大科研奖以来 已经连续八年有所斩获 今年的决赛将于11月3号在华盛顿DC举行 我相信我们选出来团队都非常优秀 越来越多团队是比较多不同技术的整合 应该说难度比较高的 至于哪一些团队能够获奖 我希望都可以获奖 工研院好赞 新唐人记者蔡迅林 萧然 旧金山湾区硅谷采访报导 我希望你能够取代切举